激光可以治疗各种良性的色素性疾病 激光美容去斑是目前最为常用的治疗手段 激光去斑的治疗方法也有很多 比如有强脉冲光、调Q激光、皮鸟等等多种治疗办法 色素性的疾病也是有很多的 比如我们常见的雀斑、黄鹤斑、全部喝清色质、太甜质、老年斑、日赛斑等等等等 各种色斑的病因是不同的 所以激光治疗的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那么激光美容去斑所能能维持的时间也可能会不同 激光美容治疗性天性的色素质 比如说像太甜质等等 效果也相对比较理想 极少复发 雀斑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少数人会复发 这主要是要看疏后的护理情况 疏后做好护理措施 定时的保养皮肤 避免日赛 为之长久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注意护理 也可能出现反黑的情况 建议激光治疗以后不要吃光明性的食物 色斑出现和加重的主要原因也和紫外线照射有关 特别是在夏天 阳光强烈 紫外线强度高 色斑就会加重 假如疏后不注意护理 色斑会再次的出现 所以要避免色斑的出现 激光去斑后还是要严格的防晒 因为我们的皮肤保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激光治疗的同时呢 要保持合理的饮食 生活规律 充足睡眠 愉快的心情 注意正确的保养皮肤 这样呢 去斑的效果就能够维持的更长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